就是樂世代啊 就是他麥當勞啊 什麼 可是就是很passion的一種戀情 你知道嗎 路思銘劇演髒東西 與妻吵架互丟麥當勞 戲劇的男配角 入圍的勇 很認真在那邊幹嘛 路思銘 直劇場 圖米 41歲的路思銘來台發展10年 拼圖米入圍金鐘獎 奠定他知性男演員的地位 其實他曾跟麻醉風暴裡 吳康仁飾演的葉劍德擦身而過 看到吳康仁以死角 拿下金鐘迷你去男配 不覺得惡玩嗎 我不會耶 但是我覺得那個人真的不像我 我下去演 可能也沒辦法有那個說服力 可是我看康仁演的 我真的是沒話說 我喜歡這個人要有層次跟正面一點 他壞是OK 可是他要有原因 比較對女性不尊重不禮貌的東西 我演不出來 我甚至看台詞我都有點反感 對我有你家的鑰匙可以開你的家門 但是我開不了你的戲門 我才失敗 我才失敗了 他這回在前男友不是人裡 頂著招牌西裝頭苦練楊聖琳 欸為什麼會那麼喜歡這髮型啊 西裝頭因為可能之前太想像克拉克吧 小時候我婆婆跟我媽媽 就是一直每天上學之前 她一定會幫我梳頭 一種習慣 2016年被周刊拍到 戴著一雙兒女的全家服 光開認了人夫身份之後 也能侃侃而談與老婆的過往囉 我們兩個都蠻激烈的 就吵架是吵蠻兇的那種 丟垃圾袋啊 丟麥當勞啊 很 passion 的一種戀情 你知道嗎 一個在大學的時候我們吵架 然後他就一走 然後就啪就丟了 當天晚上還回去找 就完全找不到 現在他與一對兒女感情融洽 經常下廚讓他們想口福 青椒牛肉跟蛋炒飯 然後每次給給孩子吃的時候 我說這是爸爸炒飯 他也提到兒子是個早熟又敏感的小孩 他真的是像小大人 我也沒有教他說 有些事情你不要說 他自己都知道 之前好像有其他老師問過他 他都不回答 就是大概猜說你爸爸是不是 他就不回答 妹妹就是小女生所以還好 他就說對 那是爸爸的 你會跟別的家長一起嗎 現在會 我覺得一開始大家都有一點尷尬 過了前15分鐘20分鐘之後 對 就變得很像朋友了 娛樂動新聞 有這麼帥的朋友真好捏 報道 蘋果歡迎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米券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世足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 台灣蘋果日報APP